今天是立委選舉登記的第一天 而民進黨高雄是第六選區立委 先選人黃傑在這一走場完成了登記 他除了強調民進黨要團結 來拼勝選之外也開槍前 高雄市長韓國瑜 列入國民黨不分區的第一名 讓他詫異又失望 他說記得韓國瑜第一次當立委 說自己才剛出生 三十年前立委 現在國民黨又找他來當不分區立委 這跟民進黨落差很大 質疑國民黨建制高雄 對高雄撒戰帖 立委登記第一天黃傑一早八點 在妹妹陪同夏前來中選會登記 選舉登記是不是要算日子 那我是沒有在算日子 但是我一定會帶上我的幸運女生 登記手機已經完成 可以選在一大早八點來登記 一定可以旗開得勝 黃傑臨為受命代表民進黨 角逐高雄第六選區立委選舉 儘管起步比較晚 但希望跑得比對手快 用最早完成登記的方式展現決心 對於韓國瑜幫對手陳美亞助政 黃傑話說得很酸 韓國瑜昨天也來幫我的對手陳美亞 浮選 那可以看到說這個過去被高雄人 淘汰的一個前市長 現在又回到高雄 不知道這樣的找他站台的用意為何 難道是要勾起高雄人過去淘汰他的回憶嗎 我認為這樣的效果一定是有限的 而且可能會是負面的 黃傑過去擔任新科議員時 質詢前市長韓國瑜大翻白眼一戰成名 高雄要什麼 高雄要發財啊 對不對 昔日韓市長如今成為國民黨部分區立委名單第一名 黃傑揚言會進國會和他對戰 韓國瑜第一次當立委的時候 我才剛出生是三十年前 結果現在國民黨又找他回來當國民黨的部分區立委 那我會覺得說跟我們民進黨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因為民進黨是擁抱新世代 透明國民黨找三十年前的立委當立委 舊勢力復必讓人失望 更質疑國民黨部分區立委名單 前五名中有三人跟高雄有緣緣是對高雄下戰鐵 黃傑登記不忘嗆寒 他一心衝進國會新舊世代有望再相逢 記者洪榮斌許成文SNG小組高雄報導